无论是驱逐舰下水一世 或是搭乘专机走行程 南韩总统尹席月走到哪 第一夫人金剑锡就跟到哪 不止镜头前大秀恩爱 死底下似乎也是爱妻成吃 最新一份高层官员财产审报公布 尹席月夫妇财产总计76亿韩元 高达九成财产都登记在金剑锡名下 不过外界更关注的 似乎是这惊人的财产数字 猛然一看76亿韩元 对比去年前总统文在寅 公布的21亿韩元财产 可以说是翻三倍涨 南韩网友质疑 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明细也不公开 实在让人很难不多做一层联想 尹席月的职业生涯与选战诉求 都围绕在打贪 不过在他总统就职典礼上 受邀出席贵宾成为焦点 包括曾经闺蜜们事件 涉嫌贪污的三星少主李在荣 以及前总统蒲景慧 还有南韩前第一夫人金润玉 她的丈夫前总统李明博 同样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 尹席月热烈邀请涉滩人士 代表什么意义 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多回顾南韩历任总统几乎都逃不过贪污 受惠指控 从1980年代的全董患卢太渔 都因为官商勾结被控恋财入狱 金勇三金大中家人亲信卷入贪腐风暴 卢武炫更是因贪污丑闻缠身 最后亲身明治 李明博也被判刑 蒲景慧更是让闺蜜左右政局 36年来就有7任总统涉贪 为什么南韩政坛始终乌烟瘴气 必按连连 估计会和李再荣或许是很好的例子 南韩政治体制带有裙带资本主义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 财阀和政坛盘根错节的利益 是不争的事实 再加上南韩政坛清算前朝的行动 非常普遍 前九通李明博当初就是被文在寅送入监狱 如今尹席越野扬言会清算文在寅政府 只要资金有一点问题 就可能被调查 南韩总统卸任后的命运 每一个逃得过其凉下场 前后任总统之斗 类似戏码不断轮回 或许也让人感叹入主清瓦台 是福还是祸 都是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